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保持清晰 別斷了些 幸福下再深一點點 你的微笑太甜 讓我不停思念 不在乎距离多遥远 不管用多久的时间 爱是走成关键 我决定勇敢去冒险 要奋力向前 要飞到你身边 连力充满不停歇 只会你的出现 与穿越黑夜白天 我们不怕所有的考验 爱就是龙华的翅膀 抬起飞翔无尽不滅的关键 广告摔车之后 我阿公爸爸还有统工 每个人都说失败是我自己的问题 说得我一无十全 很不服气 不过后来想想 他们说得也没错 一遇到不如意 就把问题推给别人 好像只有自己才是对的 我把无故障剧本又看了一遍 背着滚刮烂熟 我相信有一天会有机会 在她面前再演一次 到时候吓死她 孙范 你变成熟了 人家不是都说 挫折会是一个男人成兆吗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我觉得 我应该继续撑下去 我也觉得你一定可以 有个唱片记者说 我有创作潜力 他好像想训练我往那方上发展 诶 这点子不错啊 创作歌手不需要形象 我看外国那些才此革新 嗑药 喝酒 坐牢 样样来 结果唱片还不是一样大漫 啊 是这样 比较不会有出来 啊 太阳好大 你走吧 嗯 诶 孙范 嗯 你去把我那边走吗 那边有一片海更漂亮 我带你去 好 不接电话代表我有事 好想陪我奶奶拜拜 我知道 可是今天 已经连续收到三封存证信函 都是不同公司寄的 都是不同公司寄的 律师看过以后 希望今天就能和你见面讨论 我奶奶刚回来 我得陪她一下 就这样 浩哥 你先不要逛 最重要的是 已经有人向媒体透露消息 今天 也有记者打来问公司的状况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就不要接不要回答 我会去她处理 我会去她处理 HAPPY 有什么事吗 呃 没事 阿姨啊 自己过来来 来 泡茶 喝茶好吗 嗯 你试试啊 如果合用的话 我帮你搬去饭店 你呢 就拿去练习 可是 这是甜蜜蜜的东西 我是甜蜜蜜的老板 我说给你用就给你用 有人在吗 我们两个不是人啊 这个拉拉吐杀 不然晚上不能用 好啦 先当于后面厨房 我来帮忙吧 诶 亲家 点货是老板我该做的 我是你的keeper 嗯 你们都回来 来 好好休息几天嘛 来来来 我等一下要先回台北 很多事情等我处理 很多事情等我处理 这么急 事情严重了 不小心 我会处理好了 我会处理好了 我们子昊啊 就是个性太好强 什么事都不让别人插手 真好啊 女儿女儿本来有事情 都要自己在家 阿姨啊 我们子昊没问题啦 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 一定要说哦 嗯 我知道了 奶奶 有件小事情 要麻烦你跟饭店的人说一声 诺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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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這房很好 喬喬好好 感覺很像情人 我才沒有那麼倒楣 你沒有喜歡他 怎麼可能 這傢伙既自戀又知道 那我就放心了 你是什麼意思啊 這房被我付出那麼多 而我再一點就錯過他 還好 既然你不喜歡他 我跟他就有機會 我知道他會原諒我的 所以 沒想要跟他和好 原本我當心你 是我想太多了 欣賈 你的電話響了喔 你好 我是欣賢 什麼 真的 這筆錢 你打算怎麼處理 我約我看過了 裡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我會請律師重新再擬一份 你再等我消息 方先生 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耶 你認為我方死後還不起錢啊 好 把你來這邊 那就麻煩你 好的 好 我知道我知道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方再見 接下來就到 喂 方老師你好 我們浩哥怎麼可能欠別人錢呢 這些都只需烏有的啦 浩哥 媒體 恐怕壓不住了 讓他抱吧 喔 浩哥 那你早點休息喔 我以前 都不能想像你累的樣子 但你今天看起來真的很 很累 我時間很累 那 明天再說好了 給我 這又是哪一家的 我不清楚耶 立哥好像跟高利貸借了錢 高利貸又委託這家公司 他說金額有七千萬 所以要跟你見面談談 七千萬 比我之前處理的價錢還多 你們希望我這家 我們聽說 星野小姐是音樂才女 只要星野小姐 也願意在我們做聊天 除了酬勞 我們還可以提供免費的住宿 真的嗎 師父 我有工作了 你們很有眼光 怎麼會想到找他 好像在住的地方 師父 我可以放棄留在這裡陪你了 嗯 他網路上有消息嗎 沒有 網路答案怎麼哪個人都找不到啊 網路又不是警察局 而且我真的搞不懂耶 孫凡他自己都沒在找 你這麼積極幫他找媽媽 瞎忙喔 不是嘛 孫凡真的很想念他媽媽 我想說媽媽是他正做的動力 他有沒有動力關你什麼事啊 我看我應該要去跟子浩打小報告 他的超級粉絲喜歡上別人了 慘沒有咧 我這麼做都是為了甜蜜蜜 他現在是甜蜜蜜的老闆 他有動力啊 甜蜜蜜 我們這個回頭的卡拉OK 加上你們家復古的花枝丸 我說啊 復古就是流行 嗯 復古我確實是可以變成鄧港新人的地方 Old is new 欸 不錯耶 呃 在街上找一個強有力的代言人 刺激媒體效應 子浩當然是最佳代言人啊 不過不行 那個立哥跑了 而且留了一大堆債 子浩最近應該是焦頭爛兒 你怎麼會知道啊 新聞報這麼大 你都沒在看電視啊 新聞已經報出來了 欸 那新聞怎麼說 你有看到子浩嗎 他看起來有沒有瘦了 氣色不好還是怎麼樣的 你自己的老公都不關心 我才不告訴你 唉呦 我不是不知道啊 我只是不曉得媒體這麼快就爆出來 欸 子浩不行 你們甜蜜蜜了老闆 也算是個全國知名的人物啊 喂 你們兩個 不要扯到我 我不做笨港代言人 我根本不當放置好的備胎 什麼備胎啊 我是壞啊 簽約不得已才留在這裡 笨港跟我 沒關係 半港相親這麼挺你 你以為我不要撇這麼乾淨嗎 我跟我爸的合約上 可沒規定 我要熱愛這裡的人事務 沈凡 大家有緣才能當自己人 誰給你是自己人啊 我是台北人 欣揚 你不要理他 這個人有大頭病 再莫過治不好的大頭病 高貴的台北人 被嚇放到這種小地方來 這是委屈的 你什麼態度啊 我是你老闆欸 老闆了不起啊 老闆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配命令 馬上從我眼前消失 這裡是我家 你憑什麼沒有我消失 憑我是甜蜜蜜的紅牌 台主 董事長 大小事情由我做決定 而官方只要有難 好需要你去身邊陪他喔 走啊 使不得走啊 在那邊幹嘛 喂 你 我也不要看到你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收回你剛剛的話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想我收回我說出來的話 去找老公方死號啊 好啊 老公 你等我喔 我媽回來看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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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吧 喂 是个你要我走 现在又不让我走是怎样 莫名其妙 是谁一路挺你 是谁一直帮你瞧事情 是谁陪你哭看你笑 又是谁说喜欢人家 狼心狗肺 要抢着人家错人就抢 要人家走就走哦 对不起 因为你在意方子昊 所以我才说了那些话 我不喜欢他 老是卡案文中间 你在吃醋 你在吃醋 我吃醋 我好像很开心 有什么好开心的啊 你谁吃都吃 尤其是欣妍的吃得更夸张 现在欣妍对我来说只是朋友 而你呢 才是女 姐啊 心虚哦 没有 心迹 心惺 沈凡 我肚子痛 昊 肚子痛 那你忍一下 我马上带你去看医生 沈凡 我也肚子痛 少来啦 撞得跟牛一样 欸 心里还笨啊 谁都不认识 我去看看 马上回点 好啦 我問過醫生了 他說妳的水土不服 你別擔心 再去一陣子很快就習慣了 你以前常跟我說 只要我愛妳 妳就會沒事 孫芳 我現在還是 妳呢 醫生說妳要多休息 妳先躺下 明天早上想吃什麼 我想吃 稀飯 又是稀飯 妳每次身邊都只想吃稀飯 明天早上妳醒來 就會有鍋熱騰騰的 放在妳面前 好像回到從前 新娘 我想 我們是回不到從前了 我會想吃 水孕 瓶 然後 我們今天 還要吃 溫度 很快 我們 去 地方 我們 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没死去做什么西式早餐的 我不像我们小老板觉得 笨搞不如台北啊 想说一日之计在余城 就先从做早餐开始咯 这就是法国吐司啊 这跟蛋饼差不多嘛 名字有法国就比较优雅 只是吃浪漫的 浪漫 我就给你一个浪漫的早餐 是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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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喜欢房子好 这个不能拿走 这是放电的 你很小气 先借我一下 电门就还你了 去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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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 那你去哪里弄那么多好货出来 想要谁拉肚子就做东西给那个人吃 你等我五分钟 我把西班送上去 马上下来 所以 昨天店里打烊 你又去照顾他一整夜喔 嗯 他刷不舒服啊 哎呀 嗯 你煮的啊 对啊 医生说他不能吃太油 而且要多喝肉 你慢慢陪他 我先走了 喂 喂 干嘛那么急啊 方子浩打电话来说他心情不太好 我想去陪他 帮他打打气 又是方子浩 他凭什么 他多大啊 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身边有那么多人 不需要那么关心他 新的真理是大人啦 大人不自己照顾自己 还要有人陪他一整夜 我跟新的真实是朋友 朋友有奈 我不应该帮忙吗 这么巧啊 我跟方子浩也是朋友耶 董董 我知道信讲他 有意思要跟我回到过去 但 但 但但但 但都破了 戏饭都凉了 趕快上去陪你的老情人吧 正所谓 情人都是老的好 趕快可以哥不都这样唱吗 说什么但都破了 你讲话一定要这么难听吗 不要后悔 为了你 不可能 好 我知道了 我会耽误你 你赶快赶你的早班车 去找你的好朋友方子 他家裡 我以后只能成为我的回忆了 居然 你ティ 我最终假装有钱人的日子啊 把這棟別墅還有車子都賣掉 加上現金,正好可以把債務都處理掉 子浩啊,這些東西對你來講一點都不重要對不對 你看,你收集這麼多名車 成名之後不敢到處開來開去怕太招搖了 結果開到最後還是你剛出道的時候買那台不起眼的小跑車 你也不會不舒服嘛 還有你看這別墅大到像個飯店一樣,結果一個人住多浪費啊 以前總覺得只有擁有才是真實的 所以什麼都要有 到了該科舍掉我才發現 身外之物,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好留念的 現在我的目標,這是我的電影 你這句話是出自你真心嗎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假話 人啊,真的要跌倒之後才知道惜福 阿力算是個好的經紀人啊 阿力算是個好的經紀人啊 犧牲他這個小我,換來你的成長 畫得頭雞半巨多 浩哥,貨車來了 沒什麼事的話我先去公司了 等一下 你現在到公司上班坐貨車啊 外面都是媒體 好得跟做賊一樣 當藝人有什麼好的 快點快點快點 準備準備,他們要上來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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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我們大概要拿出我們所有的經理 為紫浩加油 準備好 加油 預備,起 方 紫 方 紫浩 方 紫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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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紫浩加油 加油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紫浩 今天我們來是代表所有家族的人 給你支持還有信任 希望你不要被這件事情打倒 我們永遠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謝謝你們 回家 等一下 好 怎麼了 我們知道 Foundhouse有一些財務上的困難 有一些家族成員建議 我們可以入股放House 以實際行動幫你渡過難關 這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我們每個人錢不多 可是我們人很多 你需要多少錢告訴我們 等我們木齊了就交給你 而且我們一定不會讓狗仔知道 好好家族保證 保證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們入股的 我又不是受災戶 憑什麼要你們慷慨解答 等一下是別人有需要 等到有急難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去幫助他們 可是 我們怕我們的偶像會倒下去 有你們在 我會毅力不搖的 笨蛋啊 有什麼好哭的啊 好吧 沒事沒事 沒事好不好 好啦 好了好了好了 浩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對 對 我們不要打到紫浩 我們趕快回去 謝謝大家 謝謝 紫浩加油 加油 加油 紫浩 可以跟我們拍一張大合照嗎 改天再拍好不好 浩哥還有很多事情 小胖 沒關係 一起拍照吧 小胖 小胖 你先先變 我們剛好在後面 小胖先放 小胖先放 快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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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小胖 來 一二三 耶 請問一下 不會 快快快 請問一下 乾爹 彤彤 彤彤 一二三 耶 乾爹 看起來是個有錢的公司啊 希望不是一個空殼子 當然不是啊乾爹 你沒有看報紙嗎 去年方子浩的收入 你只逼台幣三億耶 哦 誒 彤彤啊 既然這小子這麼有錢 你又是他朋友 待會兒就由你來跟他談判 要他趕快還錢 這麼重責大任 跟你怎麼可以交給我啦 不行不行 嗯 那天在前海來 當著官老爺的面 信誓旦旦的 說要跟我合作的 是你吧 嘿 是 你只要負責 莊大哥 莊大爺 就好了 對方不是姓方嗎 怎麼又變成姓莊的大爺啦 不是啦乾爹 我的意思是說 待會兒我不管講什麼 你只要看我的手勢就對了 好 我比一 你就說 嗯 好 嗯 好 我比二 你就說 照你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我比三 你就說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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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就這樣 來 子昊 我乾爹他舒財仗義 綜藝親力 是西門町這一代 不可多得的好人 很少進家的行業裡 會有好人 我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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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子昊 這些都是利哥簽的 你看一下 高麗戴的利息太恐怖了 利哥實在太笨 我乾爹想到那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讓你們都可以容易的解決這個燙手的問題 乾爹 那我說囉 好 你年紀輕輕就有這樣的成就 我乾爹非常肯定你在這個圈子裡面的努力 等你 眼前的一切 就要變成無用 我乾爹他覺得你很可憐 他很同情你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欸 我乾爹的意思是說呢 他能夠感同身手 我同意 呃 我乾爹他們決定給你三個月的期限 再無盡折辦 再無盡折辦 乾爹 我會這麼說呢 是因為子昊他是蹦趕天后的乾兒子 我想 如果你願意幫助他的乾兒子 天后一定會非常的高興助你心想事成 乾爹 這可是天后搭來的緣分啊 好 我 就知道你的意思是怎麼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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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最喜歡淺藍色的貝殼了 他最想要有個人 拿著親手做的貝殼項鍊跟他告白 他夢想也太便宜了吧 便宜不好嗎 只要你願意 一毛錢都不用花就可以感動姐姐耶 他是誰啊 我為什麼要感動他 你這樣老是跟姐姐吵架 要把姐姐逼去台北找方指號 你再不拼 小老把姐夫鐵地住給大明星姐夫 雷 彈品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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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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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是 子浩 彤彤 我真的把手機忘在你們公司了 我現在可以過來拿嗎 可以 我在 好 你還好嗎 我很好啊 只是一直支持我的人 突然消失了 原本以為也會一直在辦公室 你還要拱手讓人 我需要時間適應 還是有很多人支持你啊 你放心 你不會一無所有的 你還有我們 我媽也說過這句話 你不會一無所有 你還有我 立哥也說過 我媽因為債務自殺 立哥因為債務落跑 債 子浩 只要你願意面對 跟債務共生 一點也不難耶 我都忘了 你是債務專家嗎 今天下午你乾電視 謝謝你 雖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麼方法 但我看得出來 你才幫我 喬債務 是我的專業 你這個表情 只適合當債權人 像在我們錢還來 如果債務人有你這樣的表情 我們才不要跟你協商呢 我不需要協商 我會還錢 立哥欠錢 你要還錢已經夠衰了 能少還一點 多留一點錢 你派電影不是很好嗎 很好 首先 你要遵守債務人的守則 碰到債權人的時候 你要很客氣的說 對不起啊 不好意思 麻煩你了 我很有誠意 那不是方子浩的語法 拜託 這可是萬靈丹耶 我與又同靠這四句訣 不曉得度過了多少困難 聽我的 我可是 處理債務的達人 不好意思啊 對不起 麻煩你了 不好意思 查一遍嗎 查一遍嗎 對不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麻煩你了 我相當的有誠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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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體力 腦袋混成整的 我叫你休假 你又不聽 難得又有舞台 無論如何 我都要盡力做到最好 嗯 你的手怎麼了 好 沒事 來來來來 這一盤招待 老闆娘謝謝 哎呀不客氣啦 你不喜歡吃啊 我 很少吃這些 那你就多吃一點啊 這盤給你 孫帆說 孫帆 對啊 孫帆 對啊 孫帆 你在幹嘛 我要跟孫帆講說 你為了幫她做貝殼項鍊 受傷了 哎 你不要說啦 你很丟臉 喂 琪琪 傑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阿媽決定明天要辦情人之夜 他要你回來啦 我又沒有情人 去什麼情人之夜啊 哎呦 反正你就回來就對了啦 還有 那個 小老闆姐夫生病了 他 他 他怎麼了 琪琪醫生看來啊 是相思病 姐 你跟她講話 你跟她講話 她會病就好了 你跟她講話 他快點啦 喂 喂 我 掛我電話啊 你跟我掛我電話 我以甜蜜蜜老闆身份命令你 馬上回來參加情人之夜 他沒空 爺 爺 情人之夜 你老闆叫你回去 你就回去吧 正好明天我也要和爺爺奶奶一起吃飯 一起走吧 你老闆 喂 算帆 我告訴你 我 啊 幹爹啊 啊 啊 沒事 我明天就進公司 啊 啊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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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闆 啊 明天是情人之夜 我們家童童喔 都沒有那個好看的衣服 可以跟你素配耶 嘿 我想要幫她做一件 你幫幫我 那個風 啊 她算不回來啦 哎呦 她是我的女兒 我還 我衣服如果做了她不回來喔 你就要找我算帳 我不會做衣服 我走 走 你幫我出點第一件 好不好 可以搭這個什麼 很漂亮的貝殼項鍊耶 這個 糟糕 那個 是我在這邊無聊 隨便做的 啊 隨便做的喔 哎呦 這樣子的話 衣服可能隨便搭就好囉 哇 七彩七彩 這件好好好 欸欸欸 不行啦 Romantic啊 你那個是幹什麼東西啊 不行啊 不行 這種還款條件 要是讓孫虎她爸知道了 且聽笑我是得了老年子胎症 乾爹 關老爺他忠肝義膽 一言祭出四馬難追 你那麼信他 講話出爾反爾 關老爺會不高興的啊 哎 關老爺 那些從頭到尾啊 都是他在說 我一句話都沒有說啊 你那個年代啊 沒有演藝圈 我跟您簡報一下 演藝圈 很不穩當啊 啊 最大的招牌都會垮啊 不然 誰不願意一言九鼎呢 乾爹啊 半港天后宮的廟宮是子皓的舅舅 他舅舅有啟示過娘娘說 你是大好人 你一定會幫助子皓的啊 真的嗎 好 感謝上天給我機會 在那一天一瞬間 照亮你的臉和你雖然只是擦肩 但我知道你會是那個 那個我的誰 半夜三點寂寞若隱若現有了你在我身邊 將孤單統統消滅我的手一刻要牢牢地牽 因為我們起家起飛 有了你在身邊 我一點都不累 自信還大大加倍 有我在你身邊 把悲傷化成誓約 讓夢想全都實現 因為你我不行 因為你我太清醒 也許你讓我試著去相信 靜靜當在一起 靜靜的擁入懷裡 像這樣單純那是一場夜裡停 Oh 因為你 我太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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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最新的休閒 我太清醒了 神經病 有錯 我太清醒了 有多少 神經病 我身邊的 神經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